当地时间22号上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白俄罗斯独立宫 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李强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 对卢卡申科总统的亲切问候 李强表示 中白建交32年来 两国关系始终呈现旺盛生机和活力 今年7月 两国元首举行会晤 就深化双边关系做出战略部署 中方院同白方一道 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高水平发展 扎实推进各领域合作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卢卡申科请李强转达 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卢卡申科表示 白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 深化经贸农业等领域合作 推动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取得更大发展 明镜与点点栏目